那 現在我也越來越成熟了 我希望我自己能夠做好我自己的工作 我把自己的身體弄好 那其他的部分 就交給我 有罪到困難的時候 我來處理 其他的事情就麻煩你了 嗯 好啊 OK 我要想什麼 我說 謝謝 謝謝 其實你真的沒什麼特別的缺點 而且非常好相處 你是我朋友裡面所有的老公 最好的一個 所以如果這樣我再選的話 我還是會嫁你 所以不用擔心 哇 耶 強勢跟管太多好像是一樣的 不一樣 管太多只是我喜歡管你 他未必管得動 強勢是我因為管你 還要管得動 對 就是說只要我講出來的話 你一定要旅行 所以你要做到 甚... 其實我真的覺得夫妻在一起 不管是哪一方 都不能太強勢 可以建議 可是對方不接受的話就算了 沒有關係 可是為什麼要... 為什麼對方會強勢呢 為什麼他會強勢 這是因為他的對方是個弱勢嘛 好... 他們哪有強勢這兩個字出來 是 他為什麼叫強勢 因為對方弱勢 對 其實我一直都是我自己 我並沒有改變 我們不是能不能組團體 是他比較弱勢 所以凡哥你覺得你是弱勢團體 對不對 然後所以你才會相對覺得 少只是強勢 我覺得我們是剛好這樣對比 他的個性比較 而且我們這些弱勢團體 你還認定說 我們應該這樣弱勢下去 很好啊 平衡啊 很好 對啊 一個家總不能兩個都強勢 講得多輕鬆 我跟你講 團哥這樣 我們弱勢團體喔 對... 是應該就這樣 你還弱勢的啊 不是嗎 你怎麼樣變要強勢對不對 你在家裡是強勢耶 我是弱勢團體耶 謝謝 謝謝 任何事情我們節目上不便宜講 對 但是真的 我跟你講夫妻在一起喔 尤其是做太太的那一方 不要太強勢 你讓我當一下弱勢試試看嘛 是嗎 對啊 凡哥你先給他個強勢的下去 現在 強勢的 找不到那個 對啊 對 你習慣弱勢 太久時間太長了 就讓我們 就讓我們這樣過一生吧 凡哥凡嫂 對彼此並沒有什麼 受不了太嚴重的事情 太嚴重的事情 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我們不是要電視的銀光幕講說 其實我們真的好幾年 都沒有超過一次價 沒有 基本上你的個性也比較弱勢一點 他的個性真的也很好 沒有 講弱勢是比較難聽 你是比較厚到底 在一圈內他是很好相處的一個男生 沒什麼脾氣 對啊 我記得我開餐廳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跟他還沒有附和 他就為我想蠻多的 比如他叫我賣餐券啊 他說這樣你可不可以用本錢 自己就不用拿這麼多本錢出來做生意 他幫我買了五萬塊的餐券 對 這樣 那時候就是剛剛最後醒了 我就是得意忘形 剛剛講義氣 對 義氣 對 我跟迪瑩講說 其實你應該如果生意不好做 我先賣點餐券 因為餐券還是可以抵消我們的消費嘛 對 可是你講完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就一定是你說 那我先幫你買 沒有 那我也是很卑鄙 我們是去錄節目的時候 他這樣教我 他到時候我跟你買這樣子 我說好 到時候我就認得打電話 帆哥 我現在開了喔 你要買喔 結果買了五萬塊 他就不得不大意 因為他已經先承諾我了 我是不得不大意 絕對是夠意思嘛 對 對不對 一個離婚的女人對不對 自己跑出去開餐廳 誰不會幫他 所以在這兒我要跟帆哥說 謝謝 不要客氣 你連點也倒了 我要替他以前的言行舉止 跟你說謝謝 沒有 其實大家互相幫助了 帆哥 帆嫂你們結婚多少年 十年 十年了 那你們結婚這麼久 有多久沒有跟對方說過 我愛你這三個字 多久沒說 常常講耶 每天都在講 真的嗎 每天都在講 因為早晨會天天問 所以你剛才不是說 你不好意思講 對 我說我以前我剛認識他 他就會常常 我在開車就問我說 你愛我嗎 我就會 慢慢那個時候 其實後來這幾十年 我們學習下來 說我愛你的那種 對他來講的話 當然我不知道有沒有感情 就那個表情都好不好 可是說我愛你 是幾乎是每天都在說 對 就有點像再見 哈囉 他會喜歡聽到這一句話 你看 怎麼了 怎麼了 我很久沒有聽到這一句話 真的 我都在說 你剛在化妝間我跟誰講的 我用問的啊 我是說你發自內心講出來的 不要太要求嘛 哪有這麼要求 不是每次都是我們問 愛你... 不是 除非你問了我不講 我覺得不對嘛 你問了我有回答就好了 搞不好 因為當時我在想別的事情 或是這幾天 有一些事情比較忙啊 忘了記 而且我覺得我愛你這幾... 這三個字很難用 對 你們男生好像很難嗎 很難用 就是說 因為我很希望 我在用我愛你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欲求的 如果我們今天洗完澡 躺在那一邊 忽然手過去說 我愛你 欲求出來 你想幹嘛嘛 你只想幹嘛而已 可是你不會看 譬如說你去工作的時候 凡嫂在家裡忙家裡 把小孩照顧得很好 你回家的時候那種感動 有 可是那種感動我們 因為可能我們在演藝圈太久了 我們也看過那種場景 就是說那我回家以後 看老婆把小孩弄碎了 對 滿頭大汗 他正在跟 比如說家裡也有費用 他跟他們在研究 或甚至幫他們 在看他們洗 你從後面這樣 一個擁抱的時候 老婆辛苦了 我覺得我會吐 你知道嗎 沒有辦法呢 他其實唯獨只有什麼時候 他會真的覺得他很愛我 就是我帶小孩出國 為什麼 因為他自由啦 對 他自由 也不是啊 他會覺得他很孤單 他自己會覺得他很孤單 其實我每天聽 凡哥凡嫂聊了這麼多 結婚十年 有一些點點滴滴的 我們分享的是很快樂 那我也相信你們兩位 心裡總有一些 放在很心裡內心的話 或是一些愛的叮嚀 想要跟對方講 所以接下來呢 到我們很重要的時刻 就是 真情告白時間 兩位請 來... 你不要再想要討了啦 感言的時刻到了 你已經講了 當老婆看她的臉會想笑 你的嫂子也是很想聽好不好 心裡有什麼話 凡哥 想要跟嫂子講 因為... 因為做分手的一台 都叫人家講真情告白 這是真的喔 誰先講 你啊 你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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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啦 你先講 男生先講 我先講嗎 風度 我希望... 如果真的我很希望 這樣...目前這樣的日子 繼續過下去 那... 我也會... 照顧自己的身體 我也會... 好好地去工作 嗯... 這是你最擔心的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身體 一個就是我的工作 嗯... 那... 現在我也越來越成熟了 我希望我自己能夠做好我自己的工作 我把自己的身體弄好 那... 其他的部分 就交給我 有... 有罪到困難的時候 我來處理 其他的事情 就麻煩你了 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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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嗯... 其實你真的沒什麼特別的缺點 而且非常好相處 你是我朋友 裡面所有的老公 最好的一個 如果有比較的話 真的 所以... 如果這樣我再選的話 我還是會嫁你 所以不用擔心 哇... 好啊... 唷